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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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訓練師鬼鬼 根據上一集呢 跟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升級的小秘訣之後呢 打等級應該提升了很多 那等級差不多提升到20等之後呢 就可以認真來考慮 你背包中哪些神奇寶貝 到底要練誰 哪一隻值得練哪一隻不值得練 那我們這邊要教大家 來做一個簡單的判斷方式 那這邊的判斷方式呢 是要以你想要成為神奇寶貝大師 想要挑戰道館 想要變得很強為前提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 只是想要玩有趣然後 對某隻神奇寶貝特別有愛的話 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歡皮卡丘 即使他的戰鬥力沒有那麼強 那你還是會去練他 所以呢 這邊如果要變得非常強的話 在這遊戲中有一個叫做 戰鬥力 它叫做CP值 沒有錯 這個戰鬥力可以在這邊 呃 輕易看到哪些角色比較強 那影響這個CP值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叫做 種族值 沒有錯 這是每種不同的神奇寶貝 之間的一個差距 但是鯉魚王的種族值CP 可能不會超過200 那鯉魚王總是打不贏潑潑 然後潑潑可能打不贏噴火龍 那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這是他們種族間的差距 這邊呢 分享一個非常實用的網站 他有列出 所有神奇寶貝他們CP值的排行榜 沒有錯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邊最強最強的 毫無意外的就是超夢 那他是現在抓不到的一個神獸 4144 這是他的最高的一個CP值 再來呢 就是快龍 沒有錯 快龍是目前可以取得神奇寶貝中 最強的一個角色 所以大家才這麼想要快龍 那再來是夢幻 火焰鳥 閃電鳥 第六名就是卡比獸了 沒有錯 卡比獸就是大家 第二想要的一個神奇寶貝了 非常的強力 而且他不用進化 那一開始就非常的強 第七名呢 居然是風速狗 風速狗在原本遊戲中 其實真的還蠻強的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血量比較少 那風速狗呢 在這個遊戲中 戰鬥力非常的高 他的攻擊力也非常的高 然後自排行第七名 他其實比成龍還強一點點 不過成龍是第八名 差一點點 戰鬥力差一點點 基本上這兩個是 基本上同等級的一個強度 那成龍呢 目前 好像很難在野外遇到 那通常是孵蛋 孵10公里的蛋 有機會孵到我們的成龍 大概第九名是極鬥鳥 然後第十名 很意外的居然是椰彈樹 沒有錯 這看起來呆呆的椰彈樹呢 他的戰鬥力居然這麼的強 沒有錯 那這個就是前十名啦 再來十一名是水精靈 水精靈是三一部中CP值最高的角色 那跟火精靈比起來呢 他的血量多很多 但是火精靈的攻擊力比較強 那火精靈血量就少比較多 那這CP值是由 這個森林寶貝 他的HP 然後看不到的攻擊力 還有防禦力 還有鐵力 所以綜合起來 經過一個複雜算式 來算出的一個CP值 所以綜合來說呢 水精靈會比火精很強 那排除屬性的相克之外呢 就是他的個體值能力 他的平均能力 就是比火精靈強一點 那再來十二名就是暴鯉龍 沒有錯 非常弱的鯉王呢 只要你蒐集到101條鯉王 然後拿去進化的話 那我們成長之後 暴鯉龍其實也是非常的強力 那再來十四名就是噴火龍了 御三家之中 他噴火龍還是最強的 再來是臭臭泥 意外的臭臭泥還蠻強的喔 然後呆河馬 怪力 妙蛙花 水劍龜 大石花 快勇蛙 霸王花 再來是尼多厚 尼多王 皮克西 哥達鴨 龍龍岩 鴨嘴火龍 酸彈瓦斯 鐵甲暴龍 橘石獸 瑪瑙水母 然後烈焰馬 九尾 蘇利伯 寶石海星 胖可丁 化石玉龍 白海獅 雷精靈 鐮刀盔 大甲 電擊獸 筆雕 哽鬼 飛天堂狼 大甲背 帶龍 鯉魚王 雷秋 沒有錯 大概到這邊前50名 那這邊如果你想要 成為一個厲害的神秘寶貝大師呢 那在我們這遊戲中 星塵可能有限的一個狀況下 還是推薦大家把星塵還有糖果呢 用在CP值可以達到2000以上的角色 那他們戰鬥起來會比較強力一點點 那後續還有很多排行 我最近也會把這個網站放在下方的影片敘述 大家可以在有趣趣趣趣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墜落墜落的人呢 毫無意外就是鯉魚王 好啦不愧是世界最弱的鯉魚王 那再來呢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些神獸抓不到其實他非常的強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是 實用的前10大排行 沒有錯 我們這邊還要計算他的稀有度 然後來決定出 哪些神獸寶貝會比較容易入手 然後容易練 然後容易成為一個強力的角色 那這個排行是我自己排行 自己的一個心目中的排行 最強的 毫無意外的就是快龍啦 快龍雖然很難直接遇到 但是呢 如果你從 迷你龍開始練的話 迷你龍倒是不會這麼困難的遇到 至少會比卡比獸之類的 還會容易遇到 所以呢如果你從迷你龍 或是 哈克龍開始練的話 那練到最後 快龍真是一個很棒的角色 再來第二名是 卡比獸5 那卡比獸呢 也非常難遇到 但是他不用進化 那通常遇到的話就非常的強力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棒的戰力 再來第三名是 風速狗 風速狗可以有卡蒂狗進化 卡蒂狗的 稀有度呢 沒有這麼高 但是 感覺也是看區域 因為我目前遇到的卡蒂狗 只有一隻 那 可能每個區域不一樣 我這邊特別容易遇到六尾 但是六尾的稀有度 比那個卡蒂狗還高 但是我遇不到卡蒂狗 每個容易遇到的角色可能不一樣 那如果你很容易遇到卡蒂狗 恭喜你 他非常的值得練 再來 第四名是 我們的 成龍 成龍也非常的難遇到 那 基本上你可以從 10公里的孵蛋 有機率可以孵到他 那 如果有的話 這次也是非常棒的角色 而且他技能 他的冰屬性的技能 也非常的實用 再來呢 第五名是 椰彈術 椰彈術可以從蛋蛋進化 也可以直接遇到 直接遇到的機率 並沒有很低 那 他 CP值上限非常的高 而且會不難練 那 如果你有 椰彈術的話 有很多蛋蛋的話 可以考慮來練一下 再來 第六名是 水精靈 水精靈從伊布進化 那伊布呢 通常在各個公園 都有機會遇到 所以呢 他的 抓取率不會太難 那 進化之後 水精靈 飛是一個 很平民的一個 強力角色 再來第七名呢 是 那他可以由 非常多的 鯉魚王來進化 最快最快就是 101隻鯉魚王 你只要抓到101隻 那會得到 303顆糖果嘛 那 你再把其中100隻放生 留下最強的一隻 拿來進化成 鯉魚王的話呢 他的實力也是非常強 而且鯉魚王非常的好取得 表示他的糖果 也很容易取得 所以你很容易 把鯉魚王把他CP值練高 所以算是一個 很好練的角色 第八名推薦的呢 是 呆河馬 沒錯呆河馬 他的CP值也非常高 而且呆呆獸 也還蠻容易遇到的 那呆河馬呢 他有一個超能力氣 超能力氣算 在這個初代呢 算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那他的防耳率 血量也蠻高的 所以蠻耐打的 他是一個 不錯的平民角色 第九名呢 是 大石花 等他從 巴牙進化 然後再用 口袋花 那這種植物呢 其實也不難遇到 那最高CP值也是蠻高的 第十名的話 是 快勇蛙 對 快勇蛙 其實文像蝌蚪 還蠻容易遇到 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呢 這個糖果也很容易累積 也很好練 也算是一個平民角色 十一名的話 應該是 對你可以看到 可達鴨應該 水邊還蠻多的 那個呆呆的很大隻 很容易遇到 那 哥達鴨 能力也不錯 他有超能力的招式 也是一個不錯的技能 那第十二名呢 我會給 九尾 因為我這邊非常容易遇到六尾 那九尾 進化之後又非常的帥 那 能力也非常的不錯 十三名呢 我會給 寶石海星 那我這邊海星其實也蠻容易遇到的 所以呢 我這邊會把它推薦進去 十四名是 大甲 那大甲不能進化 但是 我們這邊 非常容易的遇到 而且遇到的CP值都很高 基本上不用練 你可以當做一個 強力的角色 所以呢 非常的省糖果 基本上你可以 不用刻意的花心塵去練他 除非你很喜愛他 那大甲真的是 數量非常的多 直接就可以當成一個 即時的戰力 所以還不錯 十五名是 筆雕 你可以看到 波波到處都是 那這邊到處都是 波波集中起來呢 進化之後的筆雕 那也非常的好練 那最後的CP值也有兩千多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角色 那差不多是這樣子 CP值兩千以上的角色呢 我們這邊十五名的排行 大概是這些 那這邊會根據我自身 容易遇到的一些角色 然後排除一些 抓不到 然後一些比較 稀有比較難遇到 那比較難遇到 就代表他比較難練 你會沒有糖果去練他 所以你要練 最後要練起來的話 會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自身你 附近比較多什麼 神奇寶貝 那他CP值又還不錯的話 就可以來練他 那影響這個CP值 戰鬥力的高低 呢 除了種族值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IV值 我們會稱作他叫做個體值 這邊會有一個 稍微的影響 但這個影響 絕對沒有比種族值來大 那所以呢我們這邊會先 用種族值來教大家判斷 哪些值得練 然後下一集 我們會再跟大家介紹 IV值怎麼看 然後他影響的因素在哪裡 之後呢 還有角色的最強配招 然後哪些屬性相克 那哪種屬性最厲害 我們會在之後的影片中 一一的提到 那這一集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幫到你的話 別忘了按個喜歡 那如果你身邊也有朋友 不知道要練什麼的話 可以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他看 別忘了訂閱這個頻道 你才可以收到 下一集新的通知喔 好的 那我們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